编曲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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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门课上班部分基本上告一段落 就是 音乐跟脑科学的关系 我基本上讲的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演化音乐群的部分 那演化生物学 虽然很多同学在高中的时候都稍微接触过 可是我今天开始要介绍的相关的概念 是希望可以去稍微跟音乐扯上关系 所以我今天在讲演化论的时候 会举一些音乐演化的例子 演化生物学看起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东西 可是仔细想想它有点违反一般人的普遍信念 这可以呼应到 发现DNA双额旋结构的Crip 他说以科学的方式去看待事情啊 例如说地球上缤纷的生物现象等等 去看待事情 你只好不是用一种common sense 普遍信念 而是用科学的方式去看待 有时候会觉得这种科学方式 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做事方式 它反而是一种诡异的方式 那我觉得演化生物学 它乍看之下很简单 可是仔细想想它其实是一种诡异的方式 我觉得 例如说我在文学院碰到一些人文学者 他们有些普遍信念 我觉得是合理的啦 可是它就跟演化论不太一样 音乐学家的普遍信念 就是说只有人在玩音乐 那这个其实是追寻着西方 以下民以来的传统 就是说在所有的物种里面 人是非常特别的 这个是可能跟基督教文明有点关系 就是神依照他的形象造人 这个是基督教文明的信念 以至于说西方的音乐学 就会相信只有人在玩音乐 其他动物的东西 没关系我找到了 其他动物那个发出的声音 都不算是音乐 那我在音乐学界讲到 动物的音乐这种概念的时候 有些人非常生气 他说他觉得其他的动物 怎么有资格玩音乐 所以有一些普遍信念 在经过比较科学的方法 去检视之后 或许就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 那演化音乐学它是一个 可以让整个 演化生物学可以让整个生物学的 所有知识 一些本来是片段零碎的知识 可以统整起来 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 打个比方 就是说 生物学里面有许多知识 好像是散落一地的珍珠 那有一条线可以把它串起来 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项链 那条线就是演化生物学 虽然它如此的重要 而且 在基础教育里面都有强调 可是好像太简单了 好像四个字就可以把它讲完了 物尽天泽 大家都朗朗唱歌 那我以前在旁听生命科学系的 那个演化生物学的课的时候 那个老师就说 他私底下跟我说 其实这门课是需要一点经验的 那一二年级进来的 可能知道的生物学知识 还比较少一点 或者人生历练比较少的 那反而是大三大四以上的 比较能够体会演化生物学 但是我在真门课之前也讲过嘛 这个经验跟年纪不一定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你怎么样从经验中去思考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并不是年纪大就赢了 那今天要介绍的几个驻轴 第一个是定义一下什么叫evolution 那evolution作为一个现象 有一些理论要去解释这个现象 所以再来就要讲theories of evolution 那在众多的理论里面 只有达尔文主义是 大家公认比较可信的 那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这个概念就是天则 还有就是适应adaptation 另外还有人去强调 要适应之外的所谓的延伸适应 所以我记得在第二周附近有讲过 好 今天大概就是讲这件主题 首先来定义一下什么叫evolution 看到这个图啊 这个也是common sense 它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 人的祖先本来是有尾巴的 后来就没有尾巴 对 这个用目测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广义的来讲 evolution 在这个字典里面 他讲的是a gradual process in which something changes into a different and usually more complex or better form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价值判断 是跟生物学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他说这个演化之后呢 一个东西会变得更为复杂或者更好 虽然他这边只是用usually 可是这个已经足以让我们思考说 演化到底是不是进化 有些学者觉得evolution 就直接翻成进化就好了 因为东西是越来越进步的 可是有些学者觉得翻成演化比较 比较中规中矩 没有价值判断 你看这个解释里面就稍微有讲到 演化的方向通常是有减入反 而且越来越好 这个我们等一下都可以再去检讨 我觉得最广义的来讲 evolution它只是change over time 所以我今天讲的演化 不一定是讲生物圈里面的演化 只要是世界上存在的东西 它会随着时间变化 我觉得就开始去讨论它的evolution了 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它这种变化是渐进的 所以它这边补了一句 with many intermediate forms 演化不是一蹴可及的 它慢慢变 从A变成B 可能中间有许多过渡的形式 我这边马上举个例子 就是鲸豚 下礼拜要讲到大赤鲸这歌曲 这边先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鲸豚的祖先本来是有角的 鲸豚的祖先啊 它本来是陆生动物 所以它也是跟我们一样有角 可是现在的鲸豚大致上是没有办法看到它们有角 可是这个龙王鲸的化石啊 在沙漠里面发现一个龙王鲸的化石 就可以看到它有后腿 这后腿就很尴尬 它在水里面游了它后腿要踢什么东西 而且很小 十之无畏气质可惜 这就是演化过程中所谓的intermediate form 很可爱的一个东西 那这种十之无畏气质可惜的东西啊 在音乐的演化过程中有时候也可以找到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演化的遗迹 其实我们人生上也有一些演化的遗迹 就是其实已经没什么用了 可是又来不及完全退化掉了 我这边举个音乐的例子就是 没有用的东西照理说在演化过程中 会逐渐消失 可是这个消失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它是逐渐的消失 那例如说 我没有声音 是 那大家都很熟悉徐佳寅唱的 《心跳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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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心跳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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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或者是这个曲子一出来 前四个字唱完之后 你要让人家确定这个是 这是什么样的吊饰的感觉 所以要下一个建奏 下一个很固定的建奏 可是这个功能在后来就没有用了 所以就退化掉了 所以假设哥乃希原本的这个曲调 以后的人不太了解了 可是这个流行歌还存在的话 以后的人就会研究说 那这个东西他演化上的祖先 他演化史上比较早的形态是什么 然后就会发现说他有一个建奏 其实他后来退化掉了 其实这个曲调叫七字调 它有四句 它本来的建奏是非常多的 在第三句到第四句中间 也可以操入建奏 可是随着时代的脚步越来越快 这个建奏就越来越退化 结果到了徐家宁的版本 连第一句里面的建奏都退化掉 我们来看一下原 比较原始一点的版本 他第一句的四个字唱完之后 是有一个建奏的 对它就是一个 其实可有可无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删掉 所以徐家宁就真的把它删掉 那讲到这个音乐 为什么要谈演化论呢 因为世界上只有少数的音乐 是由作曲家做出来的 那凡是由作曲家做出来的音乐 它比较适合由神创论去解释 而没有作曲家的音乐文化呢 比较适合用演化论去解释 我们知道在这个 达尔文那个时代啊 常常跟演化论吵架的 当然就是所谓神创论 那我们现在去回顾这一段历史啊 去看一下他们的争辩 其实对我们理解这个音乐史 是有蛮大的帮助 有一个人类学家他说啊 The musical creator is a being comparable to the gods 音乐的作曲家就好像神一样 他可以创作很多作品 那这个是比较西方艺术音乐的观点 那这种音乐文化的这个历史啊 比较适合从演化论去 从神创论去思考 例如说 例如说贝多芬 就好像神一样 他在一生中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创造了100多首乐曲 这些乐曲创作完之后 他再也不会改变了 他不会演化 因为贝多芬是神啊 神创造了这些乐曲之后 就定下来了 可是像歌在里戏 刚才那个七字调 《星卡白月月月三观》 他根本没有作曲家 当初也不知道是谁把他做出来的 其实他是慢慢演化出来的 没有作曲家 所以歌在里戏界就没有所谓的神创 比较没有神创这个概念 而比较适合有演化论去解释 达尔文的演化论呢 他有几个重点了 第一个就是物种会随着时间变化 在地球上我们看到许多缤纷的生物现象 有许多的物种 它并不是永远不变的 我们看化石就可以发现 它其实几千万年前 几千万年之前 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物种会随着时间变化 就好像歌在里戏的曲调 它会随着时间变化 因为它没有写下来 没有在乐谱上写死掉 那贝图芬是把他的乐曲 基本上都写死了 另外这个物种变化的可能性呢 是由少数的物种分化成 许多不同的物种 这个从神创论看起来他就不会同意 神创论可能觉得说 造物者在短短6天之内造出了宇宙万物 那他创造这些物种之后 就再也不会变化了 而且不管世界上有成千少万的物种 它都是在那几天之内就已经造好的 那演化论也有说地球上各种生物 有共同的祖先 就是演化术的观念啊 那其实从音乐演化的观点来看 许多没有作曲家文化的这个音乐种类啊 它都有演化术 比如说有一些流派 什么什么派可以分支出另外一个什么派 然后某两个派之间也有共同的祖先 比如说武侠少说大概不知道什么 武当派基本上是少年分出来是不是 那有些音乐的演化也是有这种分支出来 然后自成一格的现象 可是你追溯它的源头 是可以找到它跟别人有共同的祖先 演化术这个概念呢 它一开始画出来的图就是一个分散的术 其实它不太像树 它不太像树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主干 可是这种演化术才是对的 这是别人画的演化术 它是错的 因为它有一个主干 这个主干的顶点就是 就是人 所谓最高等的生物 它就是那个树枝的顶点 那这个演化术是错的 画出这个图的人 他可能以为演化是一个直线进行的 有一个主流这样 然后人就是代表最高等的演化的极致这样 那比较正确的是拉尔文这个概念 它没有一个主干 好 那再讲一下音乐的例子 物种会分化 其实乐器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物种 乐器是没有生命的 可是它会繁殖 去复制它的就是人类 那地球上现在有许多的乐器呢 其實是有共同祖先的 有時候大家比較熟悉的這個索納 他跟雙皇館有共同的祖先 在古老的波斯 有個索納這種樂器家族 這個圖有點太新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 古時候的索納到底長什麼樣子 要看他的化石 假如有化石的話 索納跟雙皇館共同的祖先 來自於波斯的作納 而這個樂器往東傳播跟往西傳播 它的形態就有些變化 這是所謂的區域演化 同一個物種到了不同的環境 它的長相越來越不一樣 這是區域演化 大家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這個索納跟雙皇館或英國館 長相上面有什麼不同 很簡單的表面觀察 你覺得長相有什麼不同 索納有一個喇叭的雙皇館口 而雙皇館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樂器它散播出去之後 它適應當地的環境 那索納要適應什麼樣的環境 大家想想什麼時候要吹索納 通常就是要熱鬧的時候 而且那個環境可能很吵 比如說廟會裡面要吹索納 廟會可能常常有鞭炮聲 有各種人馬雜踏的聲音 所以索納的音量非常大 而且音色要高燙明亮 那你有這個喇叭口之後 就可以達到放大音量 以及這個讓音色變亮的效果 那反之呢 英國館在歐洲的宮廷裡面 或者說貴族家庭裡面 它根本不需要跟許多噪音 或者打擊樂器去競爭 它音量不需要那麼大 所以它演化的方向是 希望它的音色比較柔美 所以它的這個小小的喇叭口 到了西歐之後就退化掉了 所以這兩者 雖然都原初Rona 他們都有共同的祖先 可是音色就差很多 來適應它在不同音樂文化底下 的一些要求 那蠻有趣的是可以看到 其實西歐的這個雙簧管 它這個喇叭口逐漸不見 也是有過程的 這個是比較 大概是巴洛克時期 甚至於更早一點的 雙簧管的祖先 它還是保留了一點的喇叭口 後來就真的沒有了 後來就真的沒有了 是就有世紀的雙簧管 就是這樣子 因為它主要的功能 是在整個交場樂隊裡面 那音色不能太突出啊 你用唢納放到交場樂團看看 你試試看 你怎麼樣合奏 它怎麼樣都是突出的啊 你跟人家合奏一個和弦 那唢納啪了一下就出來 然後變獨奏了 所以許多的中國樂器 它 它音色之所以比較尖比較亮 就是它比較沒有合奏的傳統 它在演化過程中 一直處於 比較是獨奏的角色 好 雖然樂器是沒有生命的 可是透過人則的機制 它也有類似於生物演化的現象 那人則當然就是 用人的觀點去選擇說 它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性質 什麼樣的長相 什麼樣的音色 要表現出什麼樣的感覺 這都是人去選擇的 或者說聽眾 主要是聽眾去選擇選擇 所以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說 人類所演化的概念 它不限於生物界 你可以把它用到一些人類的文化 人類所使用的一些物質工具 甚至是概念 概念也會演化 除了人則之外 達爾文當然比較強調的是天則 Nature Selection 它一旦講到Selection 我們就腦中必須要浮現一個 所謂的選擇壓力或是力量 推力或壓力都可以 去促使這個演化 朝著特定方向而走的一個力量 就是Selection Pressure 其中天則是最為重要的 那假如不去管那個背後的壓力的話 很單純的一個想法 就是所謂的功能論 這也是一種Common Sense 就是這種想法就是說 生物之所以有一些形質 有一些Trade 是因為它有用 這是一個很直接的想法 可是它沒有解釋說 它背後的這個演化力量 這有點 有時候會有點道國為因的感覺 那Nature Selection 則是強調說 這個背後的推力 是因為這個物盡天責 就是要有助於它反殖 生物的某個心質 若是有助於它反殖 這講得很清楚了 必須要有助於它反殖 它才會容易受到天則的青睞 而逐漸普及 這邊把天則就當成了一個 變把它比喻成一個 有思想的神好了 它會青睞某種心質 實際上它只是一個無形的力量 這邊只是借用把它擬人化 所以這就跟功能論不太一樣 功能論只是 從形質的表面上去判斷說 它有用 所以它就有存在 可是Nature Selection強調說 凡事有助於一個 一個個體去繁殖的性質呢 它才容易在整個族群中逐漸普及 所以Evolution就是 the gradual change in structure and physiology as a result of nature selection 所以我們回到剛才那個樂器的圖啊 當然這個喇叭口是有用 還有這個無喇叭口的這個開口 都有它的用是沒有錯 可是你 假如從人則的觀點去看的話 比較能夠講清楚它背後 導致這個 心質演化出來的一個力量 那為了跟達爾文主義做一個對比 這邊介紹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演化論 現在基本上覺得這個理論是錯的 可是又有少數的證據顯示 它有一部分是對的 所以它也算是滿重要的一個演化論 這個就是拉馬克的演化論 拉馬克他跟達爾文一樣 認為說人類跟其他動物 並沒有很很基本的不同 因為人類也是從其他的物種演化過來的 好這個是跟達爾文一樣 可是接下來他說人類是這個 the highest form of life 這當然就有點問題了 那最有趣的是他認為說 使人類成為最進化的一個物種 背後有一個force of life 它使生物越變越好 於是人就成為最好的 那這個 這其實也是我覺得 有點符合一般人的一個普遍信念 叫做明天會更好 就是相信 我們相信明天會更好 我們又講不出一個道理 我們就是說有一個神秘的力量 叫force of life 所以明天會更好這樣 不過拉馬克還是提出了一些 可能的這個背後的機制 這個是很有爭議性的 叫做獲得性的遺傳 那底下我用長頸鹿的例子 來說明一下 拉馬克跟達爾文的這個演化論 有什麼基本的不同 拉馬克在解釋長頸鹿的脖子 為什麼那麼長的時候呢 他相信這個所謂獲得性的遺傳 就是說當長頸鹿的祖先呢 很努力的為了要吃樹上的葉子 而伸長脖子的時候 他的這一切努力會遺傳到下一代 這就是關鍵 以至於長頸鹿的脖子就越來越長 因為每一代都很努力的伸長脖子 然後累積下來 你就看到現在長頸鹿都有長脖子 這個是拉馬克的理論 我覺得還蠻符合普遍信念的 明天會更好 而且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耶 這個多好啊 難怪這個還是有蠻大的說服力 好 達爾文 對 這個就是最後的結果 長頸鹿的脖子都很長 達爾文出來嗆聲 達爾文一開始的這個圖還蠻像的 他說對 長頸鹿呢 他要吃樹上的葉子 然而呢 有一些長頸鹿的脖子比較長 而有一些比較短 其中脖子比較長的個體 比較容易吃到樹葉 好 你看他就強調說 每個 同一個物種裡面 每個個體都不太一樣 他有差異性 這個就已經跟拉馬克不盡相同了 最殘酷的是下項圖 吃不到樹葉的就死了 還沒有生下後代之前他就掛了 就是達爾文 所以說很殘酷的指出這個 生物界裡面很普遍的 就是不適者淘汰的這個現象 這有點不穩和那種明天會更好 這有點黑暗 可是達爾文就指出 這才是事實 所以脖子太短了就沒有後代就掛了 脖子長的不但存活下來 而且把他的後代撫養成人 於是呢 整個長頸目的族群到後來 都有長脖子了 這個是達爾文主義的一個邏輯 我只能說其實長頸目的脖子 之所以那麼長 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 這個我就不需要再多講了 因為其實公的長頸目的脖子 是比母的稍微長一點 雖然公的母的都要吃樹葉 可是為什麼公的就是要比較 比較注重這個人的脖子 因為公的要讓脖子打架 這是另外所謂性責的機制 我們下一節課會講到 所以達爾文的主義 其實只要根據幾個基本假設 就邏輯上就已經完整了 第一個假設就是生物所繁殖的後代 不可能全數存活 因為他們彼此要競爭 競爭就要各憑本事 其實同一種生物也有個體差異 這種個體差異就造成氣泡點不一樣 可以這麼講 於是呢 差異所造成的存活率就不太一樣 最重要的是這些差異 有一部分是會遺傳給下一代的 它是可遺傳的 只要你接受這些假設 基本上就可以解釋我們 這個生物演化的許多現象 包括分化的現象 所以我們再整理一下 天則就是 individuals with certain heritable traits will survive and reproduce more often 因為 survive 是不夠的 你這個有益的心質 必須要能夠讓這個個體 有比較高的繁殖力量 把他的這個基因喘下去 一旦達到這個事情呢 populations average characteristics change over time 這些有用的心質 或者被天則青睞的心質 就會在這個population裡面 复戰的比例越來越高 好 這是天則的機制 我們這邊稍微停留一下 我們思考一下 音樂或者說人類文明的演化 我剛才有講過 有些音樂是作曲家做出來的 設計出來的 我把它稱為理念先行 這種作曲家非常相信 自己的設計能力很強 另外一種音樂文化是 自由製造大量不同的樂曲 讓它自由去競爭 自由去爭取聽眾的青睞 這種要嘗試錯誤法 那有很多的樂曲 在這個原則底下都沒有後代 應該說都沒有被複製 都失傳了 又沒有人要聽了 那我深深地感覺到 戲曲音樂就比較屬於這種 嘗試錯誤法 而西歐的藝術音樂 比較屬於這種理念先行 他們各有優缺點 我覺得戲曲音樂之所以 很注重嘗試錯誤法 是因為你要為一齣戲設計一個音樂 它所涉及的變音太多了 它已經超過了一個設計者的智力極限了 我覺得一齣戲還有它的音樂 要能夠相輔相成 那簡直就是狗屎運 就是有太多好運 必須要全部聚集在一起 這齣戲才會非常好看 它的音樂才會永遠流傳下去 它很難有人類去設計出來 所以你只能從大量的這個作品裡面 柏威爾去發現幾個這種 運氣非常好的作品 經典 還有一些戲曲音樂家 他是直接在舞台上做實驗 有些演員也是這樣 例如說以前有一齣歌仔戲 跑到國家劇院去演出 然後那些演員本來都是演演台戲的 所以他的國家劇院演出的時候 雖然知道那是國家劇院 可是他演員演到第二天第三天 他就自己去變化 他想要藉由嘗試錯誤法 找到讓這齣戲更好看的方式 他就不按劇本演了 開始脫稿演出 然後有些觀眾就覺得 哇 好有趣喔 雖然有些嘗試可能是錯誤的 可是這種看戲的感覺 跟看話劇或歌劇是很不一樣的 你很清楚的看到演員 他一直在嘗試著說怎麼樣才可以更好 還有一些音樂家 他在戲台上伴奏 他每天拉的劍奏都不太一樣 然後他去觀察觀眾的反應 他今天拉這個建奏 他忽然發明一個建奏 然後發現觀眾的反應不好 他下次就不這樣拉 他明天就改另外一個 觀眾的反應好一點 他再朝這個方向去演化 這個叫嘗試錯誤吧 在戲曲舞台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創作方式 那西歐的藝術音樂比較是在按頭設計 就在關起門來在家裡 全部都想好好 我就是要這樣設計 我搬出來給觀眾看 就是一個成品了 不能改 很多的作曲家都是這麼想 不過也有一些歌劇作曲家 因為他也知道舞台是瞬息萬變的 特別是有一些歌劇的作品 上演完之後 那個作曲家把譜拿回來改 因為他知道觀眾的feedback 他也可以用嘗試錯誤法 去改善他的作品 人類的各種發明 很多都是經由嘗試錯誤法 而不是理念先行的結果 這個其實也是有點違反普遍信念 我們都相信自己的智力是很高的 可以設計得非常完美 我們看一下人類歷史上重要的發明 就會知道根本不是這一回事 很多發明根本就是 瞎貓碰到死老鼠 就是運氣好才發明出來 我覺得設計者的智力 真的是有它的極限 人的想像力總是被傳統所束縛 有時候你就是要多方的嘗試 出錯都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天則的概念 或許可以讓我們人類比較謙虛一點 或改變一些創造的方式 跟天則相關的一個觀念叫做適應 adaptation 在生物界裡面講到適應 顧名思義就是生物去適應環境 那具體來講是什麼樣的環境呢 首先獲得養分 他要去 通常去捕食什麼東西 再來就是適應物理環境 再來就是避免自己被吃掉 再來就是繁殖 這些都是生物在適應裡面 所必須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跟音樂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音樂它要適應環境 就是要適應當地聽眾的品味 像我們台灣吸收了很多外來的音樂 或者說菜肴 你吸收了之後啊 這些外來的東西 你要適應當地人的品味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有什麼例子 你不能照單全收 像我覺得在台灣喝那個味噌湯啊 比較沒那麼鹹 日本的時候哇塞 那個原汁原味 那個味噌湯好像鹽水 整個客家都鹽巴 那個才是他們真正的味噌湯 台灣已經有適應我們的口味 那這個比較是 這個屬於哪一種啊 我覺得它也可以說是獲得養分 要知道音樂之所以會被複製啊 它背後要有經濟力量的支持 那食物也是一樣 味噌湯要能夠被複製 首先這個電不能倒對不對 它要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它要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很多音樂彼此會佔據地盤會吃掉 像歌仔戲 剛才講到歌仔戲 歌仔戲的沒落 其實就跟電影電視的興起啊 或者其他媒體的興起 是有關係的 原來新的媒體等於說 取代了歌仔戲本來的地位 還有就是我在歐洲 看到那個歌劇院裡面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觀眾了 大部分都是白髮蒼蒼的觀眾 這樣從台上看下去 哇 全部都是禿頭 或者白頭髮 跟我們的戲曲差不多 因為新的媒體已經佔據了 這個舊的樂種 它原本應有的位置 早期的歌劇就跟現在電影差不多 我們可能忙了一整天 要去放鬆一下去看一齣戲 我們現在可能去看電影 以前就去看歌劇啊 那漢人的話就去看戲曲啊 可是現在 現在這個都被所謂的天敵打敗了 有其他的娛樂形式 那除了適應之外呢 還有一個叫延伸適應 之前有講過 就是生命的 生物的某個形式呢 起初是因為具有某種功能 而受到天則青睞 但是後來被移作它用 就是該行之被重新賦予目的 repurpose 例如說 例如說 我們的手啊 我們祖先本來是用手來抓樹枝的 我們在樹枝之間要移動 我們要有一個可以抓握的手 可是我們現在把手拿來 左手要握住這個大提琴 或小提琴的樂器 它要抓握的東西就不是樹枝了 手這個形質就被重新賦予目的了 雖然它最早最早的用處呢 是抓樹枝 這個違反普通信念 延伸適應違反了我們一直在想 一直在講的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可是延伸適應告訴我們 並不一定是這樣子 它比較符合我們中國圓雜劇裡面講到的 有心栽花花不成 無心插柳柳成印 你無心插柳 搞不好反而有巨大的成就 你本來並不是想要讓柳成印的 一切都是無意之中造成的 有些樂器就是這樣子產生的 有些樂器它本來是武器 例如說弓琴 它本來是弓箭的那個弓 它本來的功能呢 是用來射箭 而受到我們忍者的青睞 讓這個物質文明代代相傳 可是後來有人閒著無聊 把那個弓拿來演奏 就成為一個樂器 我們原住民也有這種樂器 還有就是歐洲的阿爾卑斯號 它本來根本不是樂器 它本來是遠距通訊的工具 就是在山區要互相通訊之用 古書又沒有大哥大 就用這種聲音可以傳到很遠的低音號角 來做遠距傳訊的工具 可是後來才把它拿來當樂器用 所以東西的功能會變 就導致所謂功能論的這種表面觀察 常常是不準的 因為有些東西的功能 不是像表面看到的那樣子 有一本書叫盲眼鐘錶匠 它就是在強調這種延伸適應的概念 生物界很多的形質 並不是所謂精心設計出來的 雖然有些生物的複雜性 好像鐘錶一樣 裡面有複雜的結構 可是我們不能因為它很複雜就是說 那個是上帝做出來的 那是一個有理念的工匠 去設計出複雜的結構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很多的設計是 是沒有目標缺乏遠見的 就是嘗試錯誤的過程 最後還是有辦法演化出像鐘錶一樣複雜的結構 其實音樂的演化也常常是盲眼鐘錶匠那種感覺 有些是運氣啊 有些是不小心做出來的 甚至於有一些人類的發明是錯誤所造成的 有些科學發明是因為實驗技術太差 實驗做錯了所以它有發明 你只好實驗技術很好 然後按部就班這樣做做做 搞不好就沒有什麼新發現 不過這個也要狗屎運才行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科學史上有一些人運氣還滿好的 它之所以可以突破前人的這些既有的想法 是因為它做錯了 那音樂史上我個人比較喜歡舉的例子 是電吉他的破音 電吉他的破音在現在用的就滿多的對不對 大家想到電吉他的那種power 印象中比較強烈的效果來自於他的破音 可是早期為什麼會有破音這個東西呢 因為當時有人在辦這個音樂會的時候呢 他太窮了 他沒有好的擴音設備 他的擴大機很爛 他的喇叭很爛 所以就破音 因為他想要開到最大的聲 然後就失真了 那電吉他第一次發出這種破音之後呢 欸 聽眾覺得很high 很好聽 聲音太乾淨了就沒意思了 就聲音破掉了 當時覺得很棒 所以這就是運氣好啊 他發現了一個新的音色表現方式 以至於後來就有人去模仿這個演奏家 本來這個演奏家是太窮了 所以只能用很爛的擴音設備以至於破音 可是後來去模仿他的人呢 是用不錯的設備可是把他弄壞 把那個喇叭搓一搓有沒有 他就破音了 這種就是 就是沒有目標缺乏遠見的過程 不小心而造成的突破 所以在我們這節課結束之前 我拋出一些問題給大家去思考 就是我們這一門課 希望能夠回答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 就是人類為什麼要有音樂 那從適應的觀點來看 音樂的確有許多可以幫助我們 生存以及繁殖的功能 這些就是 在過去的文獻中曾經提過的 音樂的重要功能 但是也有些音樂是不小心發生的 甚至於原本是By Product 就是副產品 例如說這個儲音 就是布農族跟少族的 用木儲所敲出來的樂曲 這種音樂型態呢 它就是一個By Product 它本來是為了 為了把這個 把迷你沖一沖讓它脫渴 它本來是一個勞動的活動 可是因為發出了一些聲音 By Product 然後聲音還滿不錯的 後來就進一步演化成有組織的樂曲 所以有一些音樂它原本的功能 是跟音樂沒有關係的 從小米這個本來跟音樂沒有關係 後來才延伸適應成為一個 大家可以去欣賞 是娛樂用的音樂 好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適應的觀點 或者延伸適應的觀點 怎麼樣去解釋 人類為什麼需要音樂這個東西 好 講到這邊我們休息15分鐘 好 各位同學我們繼續上課 那下一節課最後一張投影片 我想對於各位同學期末的報告 都是蠻關鍵的 所以大家可以比較仔細的去思考一下 裡面提到的一些概念 你在期末報告的時候啊 你報告的內容 必須要跟我們這一門課 講到的一些生命科學的概念 是有觀點的 你不能說報告的時候 好像只是一個普通的音樂報告 跟大腦或演化都沒有關係 這樣不行 那我這邊也有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你們的期末報告 怎麼樣跟生物演化扯上關係 就是音樂在人類演化過程中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可以幫助人類去適應環境 或者說幫助個體去生存以及繁殖 那不管你們這一組所要報告的是什麼音樂主題 我想多少都可以扯到這些功能嗎 有些音樂主題比較適合球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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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除了唱歌之外 跳舞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來照料後代 那再來照料後代 再來照料後代 好像現在不流行 其實閩南跟客家的文化裡面 都有一些搖籃曲啦 再來結盟 音樂是用來結盟的 那大家比較熟的就是一群人去KTV啊 那個唱歌的活動主要是會鞏固彼此的友情 這是非常普遍的 那你不一定要去KTV 你去你選擇去打高爾夫球啊 去去打牌啊下棋啊 都有結盟的效果 只要是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基本上對於促進人際的見解 都是有用的 那凝聚社群也是差不多 只不過它的scale比較大一點 可能牽涉到比如說國族認同 再來是眾星拱樂及宗教崇拜 就是在許多的儀式裡面 音樂是不可或缺的 那古老的記憶啊 那巫師就要唱歌跳舞 它藉由歌舞來顯示它是有神力的 那跟一般人不一樣 所以音樂是很適合用來製造一種 神秘的力量那種感覺 還有就是音樂可以 可以適合在那個場面 場面製造出眾星拱樂的一個偶像崇拜 所以這個功能也牽涉到 人類為什麼演化出那種領袖崇拜 以至於會有巫師啊 會有這些記憶 甚至於會有搖滾音樂會 會有偶像跟粉絲這種關係的呢 然後再來就是人類的各個社群之間要競爭 要戰鬥 那許多人之所以要結盟 有時候也是為了要戰鬥 所以有些音樂的起源是跟戰爭有關係 再來集體勞動 人類的一些勞動行為需要合作 這是跟許多其他物種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人類的集體勞動 他們拍子是要同步的 所以要會算拍子 大家才能夠一起划船啊 一起拔河啊 一起還有什麼 一起聰明啊什麼的 就是許多的人類集體勞動 是講究節奏的一個協調 其他動物沒有辦法 比較沒有辦法 再來的話就是音樂作為一個遊戲 它可以在個體的發育過程中 給予一些刺激 讓你的大腦可以妥善發展 就是這音樂本身就好像遊戲一樣 它看起來沒有什麼用 可是它可以對於未來的各種事情 你可以先做一個準備 讓你的大腦先藉由遊戲或是音樂好了 先有些練習 還有就是音樂增進記憶 所以通謠或廣告都 都把一些知識放在音樂裡面 或是用音樂去包裝一些知識 好 那比較重要的是 請各位同學在期末報告去思考 這些音樂的功能的時候 你要掌握住音樂形式 跟它功能的配合程度 因為有些功能必須要搭配某些形式 例如說集體勞動 最重要的就是節奏嘛 集體勞動大家要整齊 其實旋律也不是很重要 節奏最重要 然後要增進記憶 像廣告藉由這個一些Jingle 就是一些簡明有力的聲音的商標 去讓大家知道這個品牌 但音樂形式的特點就是簡明 你不可能把一個像國歌的東西 拿來做廣告的Jingle 那長度太長了 或者你把一個訴說 整個族群歷史的史詩的結構 用來當作廣告的主題群 這也太長了 這音樂的形式要跟它的 它的主要功能之間要配合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去思考的問題 就是說戰鬥的歌曲 你就不能跟搖籃曲的形式上 是混淆的 那小孩子就 可能從小到大都在戰鬥 好 那我們下一節 我們這一節課的主題 就變成是 求偶 音樂作為求偶的工具 那我個人對於人類為什麼有音樂這件事情呢 我的觀點跟達爾文非常類似 就是我們觀察其他的物種 他們之所以有歌物的行為 通常都是因為要求偶 就是雄性要追求雌性 那人類也是如此 人類本來的音樂也是為了求偶 但是後來延伸出其他的功能 也就是後面這一大牌都是比較延伸出來的 而且延伸的程度 或者延伸的先後也是有差別的 像廣告我之前一再強調 用音樂來做廣告 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但是用音樂來結盟 或者是這個 宗教技藝或者是戰鬥的 這個歷史就極為悠久了 用音樂來照料後代 我想也是我們許多不入類 都共通的一個特性 不過人類可能 其實人類的嬰兒都是早產的 都有早產的現象 人類嬰兒一生下來是活動力 或者自己獨立生活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低的 大家還記得那個駱駝 駱駝別哭泣那一部片了 那個小駱駝才剛生下來沒多久 他就站起來了 人類嬰兒在幹嘛 過了幾個月還在爬 就是人類嬰兒基本上都是早產的 所以他格外需要母親的照料 所以雖然哺乳類都會照料後代 可能在人類身上這個需求就更為強烈 那撇開這個不管 我覺得更早的格音樂功能 放諸各物種皆準的一個原則 就是歌舞是用來求偶的 就牽涉到達爾文他所強調的 另外一個選擇壓力 叫做性責 性責 性責很簡單的定義就是 磁性去選擇什麼雄性可以繁殖後代 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演化壓力 而且大家要注意 這是非常女性主義的 是雌性選擇什麼雄性個體有後代 而不夠性感的雄性就沒有後代 就是非常非常簡單 假設有個雄性他非常能夠適應環境 然後活到一百歲 可是沒有人要嫁給他 那有什麼用呢 他的基因還是留不下來 所以可見性責對於這個有性生殖的動物來講 他是一個很強的選擇壓力 那他對於我們這門課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有不少哲學家認為 許多藝術的起源都是因為 love這個東西 愛情 有這個東西才有藝術或者文學 因為雄性要獲得雌性的青睞 他就要做出一些藝術 可見雌性的品位還滿高的 女方說表演一下吧 請你用任何方式證明 你的基因是不錯的 請你來說服我 我跟你交配之後 我們的後代的基因也是不錯的 那你沒有 你這個雄性也沒有辦法 在很短的時間去證明這件事情 其中一個辦法就是表演 所以表演藝術就是這麼樣出來 我們在醉越湖聽到那些熊蛙拼命而在叫 這是一種表演 中學家發現 雌蛙偏好叫聲叫長的熊蛙 而且呢 連昆蟲都有這一類的偏好 猛蟋蟀喜歡鳴唱時多加音符的公蟋蟀 你看雌性對於判斷雄性的這個基因優劣啊 是有它的一套方式 為什麼雌蛙要偏好叫聲叫長的熊蛙 可能體力比較好吧對不對 你叫聲比較長 身體比較長壯 很直覺的一個想法 那母蟋蟀為什麼喜歡鳴唱時 有比較多音符的光細蟀呢 可能它的記憶容量比較大 它可以多加一些音符 或者它比較聰明等等 總之就是藉由表演行為啊 雄性可以展現它基因裡面的一些面向 從表演行為就可以去稍微判斷一下 它的基因到底好或不好 我們可能會嘲笑說這些低等生物 就只看這個表面啊 人家表演個幾秒鐘幾分鐘 那雌性就決定要不要要跟它交配 其實人類也好不懂哪去 就很多的婚姻都是當初看走了眼對不對 所以其實 其實有性生殖本來就牽涉到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賭博吧 雌性賭博的時候 我現在的抉擇喔 可能是對的 他不一定每次賭博都是贏 不過他這個是有根據的啦 除了表演藝術之外啊 造型藝術也是很重要的啊 這個是從一個 演化生物學的課本 摘下來的圖片 這個課本很棒喔 我很喜歡它的圖片 你看雌鳥偏好尾巴較長的雄鳥 它這個圖片就畫得出 好像雌鳥正在算它的尾巴有多長 有沒有比別人多一公分啊 有的話就分數打高一點 眼睛就注意在看這個尾巴 那我們換個角度去想 這個雄鳥很無聊 它尾巴這麼長要幹嘛 這是一種累贅啊 尾巴長期也有很多的壞處 它對於 它是不受天則青睞的 可是反而受到性責的青睞 因為有些死鳥就是有這種怪癖 喜歡有些累贅的雄鳥 來大家想一想 尾巴太長有什麼壞處啊 它為什麼不受天則的青睞 第一個就是飛得比較慢嘛 尾巴這麼長 你就增加重量 對於飛行只有壞處啊 長到這種程度 容易被人家 容易被天敵所掠食 那還有就是 長了這個沒有用的東西 它上面可能會有寄生蟲 你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整理這個羽毛 所以都增加你的負擔 所以這個照理來講 真的不受天則的青睞 但是生物學家提出了一個叫 累贅原則 累贅的機制 它是用來解釋 為什麼磁鳥會有這種 無厘一頭的審美標準 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磁鳥看到說 哇 你的尾巴這麼長 居然可以活到現在 真是厲害啊 可見你必有過人之能 你居然身上長了這麼長的累贅 還能夠活到現在 沒有被其他的動物吃掉啊 沒有 上面沒有長滿寄生蟲 可見你必有過人之能 這是累贅原則 那我 這個原則是滿有名的 還不一定完全正確 不過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這就是一種 滿逆向的一個觀點 非常有趣 就是有時候天責跟性責 就是在競爭 是取得一個平衡點 你這個尾巴也不可能 無限的藏下去 它總有一個停損點 一直藏下去它飛不起來 它叫做孔雀 這就是很無厘頭的一棟 哇 這個照片 又是從那一本演化生物學的 教科書摘下來的 熊孔雀的屏上這種眼睛數量 若少於130個 則很少有機會交配 它就在算有沒有130個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課本 選圖都選得很有趣 觀眾的觀點 這非常重要 你看他很緊張說 不知道我今天這個眼睛數目 有沒有以來算數 雖然孔雀應該不會算數 可是它應該是一種 看到整體 這個開平的壯觀程度 來做一個 打一個總分 夠壯觀啊 我就跟你交配 你看這個雌尿 雌尿就 這個羽毛滿黯淡的有沒有 人類跟一般的物種 有一個滿大的差別 就是 這個也是滿神奇的一點 就是一般的物種是 雄性比較漂亮 人類比較愛漂亮的是雌性 那孔雀為什麼可以 長出這麼累贅的東西 有這種思考的方式 就是去想說 那可能他生活在一個 這個衣食無餘的環境之中 既沒有很強的天敵 食物的功績也都讓他養得起 這麼華麗的裝飾 沒有用的裝飾 所以有些藝術 之所以能夠存在 是因為環境夠優渥 當環境變得嚴苛 通常第一個死掉的就是藝術 像現在失業率比較高 第一個死掉是什麼 音樂 或者戲劇 舞蹈 其他行業影響稍微少一點 最大的衝擊就是藝術類的行業 只要景氣不好 他們是非常敏感的 這大自然也是有點類似 這個能夠長出這麼華麗的累贅 可能就是在這個非常 養尊儲儲優的環境之下 那性哲的概念 是建立在所謂的共演化 co-evolution 共演化 你可以把它比例成說 是個雙人舞 雌性跟雄性共同演化 好像攜手去跳了一場演化之舞 雌性跟雄性都不能缺席 才能夠把這個舞跳得很好 這個共演化是 雌性跟雄性互相影響的 一個動態的機制 雌性的審美觀 跟雄性的性感特徵彼此會影響 在他的演化過程中 這是互相影響的 雌性會順著大眾的神秘潮流 它為什麼會有這個 popular的神秘觀 他很少有雌性會有特立獨行的神秘觀 他都要依附著主流的神秘觀 即便主流的神秘觀非常的無厘頭 他也要去配合 為什麼呢 因為他必須要讓他的後代 後代也被主流認為是性感的 這是所謂Fischer的性感子孫假說 這個雄性 可能有一些腦筋比較清楚的雄性 覺得這個是沒有用的 可是他也是要配合大家的生命觀 來跟這種雄性交配 以便讓他的後代也有這一類的特質 而取得到老婆 就是配合主流的觀點 而雄性呢 當然也就要配合雌性的主流的神秘觀 去長出這些 身上要長出這些性感的特徵 於是就會形成一個無法收拾 有時候無法收拾的這個 很誇張的後果 這叫Fischer's Run-Away Process Run-Away的意思就是越來越嚴重 它是一個正回饋 一旦往特定方向傾斜 它就會越來越傾斜 它的機制就是這樣 當雌性的偏好 大部分雌性的偏好 開始在族群中形成一個主流蜂巢的時候 雄性就必須要傾向於 越來越誇大雌性所偏好的特徵 譬如說 譬如說他的 他的這個 屏上的眼睛數目就要越來越多 假如 那大部分的雌性都希望看到更多的眼睛 那雌性就要配合 這就成為一個 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正回饋 正回饋 所以我們以比薩斜塔來做例子 比薩斜塔一旦傾斜 它的那個傾斜的狀態 就會讓地心引力更容易去作用 於是就會讓它更傾斜 更傾斜之後又讓地心引力更容易作用 所以就越倒越嚴重 那假如在大自然裡面 天則 那個 環境的 那個嚴苛程度不夠 就會讓 性則的力量 成為 成為最大的力量 而導致這種run away process 越來越 朝向 特定所謂性感的方向 這個性感常常是沒有用 只是一個風潮 所以講半天好像跟音樂沒有關係 其實仔細想想大有關係 我們音樂裡面有所謂主流跟獨立樂團對不對 這樣一講大家就知道主流是很可怕的東西 你之所以要遷就主流 並不是因為它有多了不起 而是你不這樣做的話 你就活不下去 例如說 你在KTV跟人家聯誼 你 有些歌你根本不喜歡唱 跟你去之前你要先預習 你只是為了要配合大家的潮流 你假如不配合的話 你就是不容易找到朋友 所以一旦形成潮流 它就是會越滾越大 像雪球一樣 大者恒大 這個現在商場上常常看到的現象 或者像有一些規格 可能電機系或者是 或者是管理學院 比較知道這個規格的事情 某個規格一旦成為主流 即便這個規格本身也不怎麼好 可是大家都這麼用 你就只好配合 像以前 Apple還沒那麼風行的時候 我也知道 Apple的東西不錯 可是大家都用PC 那軟體都是在PC流通的 然後有一些文件的格式 也是PC比較通用 那我只好配合啊 因為那是主流 那獨立樂團就比較不甩這個 它希望在主流之外 有一個大家可以 比較自由的揮灑的空間 不要隨波主流 不要那麼的無奈 隨波主流其實不需要 不過大家可以想想 有些獨立樂團 表面上看起來很獨立 可是他巴不得早一天進到主流有沒有 那種心態是很有趣的 他進不去主流就知道 哇 我很清高 我是獨立樂團的 可是他有機會的話 他還是很想去商業的 進去商業的機制 不過也有一些兩者都有啊 就是兩個特性都間具 所以在人類文明裡面 所謂的潮流啊 或者說從眾行為也是滿可怕的 其實在 凡是在共演化的過程裡面 都有這一類的現象 所以說人多就贏了 人多就贏了 好 講到這邊 就是演化生物學的一些基本概念 就介紹完了 其實演化生物學是一個學期的課 在生命科學系 它是三學分的課 所以我今天只是很快的講一些 跟音樂比較有相關的概念 那接下來我想舉一些具體的例子 就回到一些 做個別物種的研究 它也有個別物種 它也有類似音樂的活動 那今天的主題其實是 杜鵌啼血 圓哀鳴 我原來要講的是 靈長類跟鳥類的聲音溝通 然後這個圖 就可以點出 就是我們人跟一般的動物 好像沒有很根本的差別 你看這個黑猩猩 牠也會敲漏大鼓 牠演奏的樂器 就是我幾年前擅長的悲觀 裡面的一個樂器 所以我對牠有很強的認同感 那牠到底在幹嘛 大家從照片上 可以看得出什麼端倪嗎 那這個也很神奇 牠是一隻黑熊耶 然後另外一張照片顯示出 牠拿著那個管樂器在演奏 其實牠只有拿著管樂器 牠沒有真的吹奏 牠沒有辦法吹 可是牠站起來就人模人樣 在遊行隊伍裡面 跟牠一起演奏 看起來一起演奏 牠是真的能演奏 而且還滿快樂的 他們為什麼要演奏呢 因為這個動物園裡面 牠們的一個同事 同一個動物園叫同事 就是老虎 老虎要舉行結婚典禮 在上面寫個喜字有沒有 裡面是老虎耶 然後結婚之前還要遊行 那遊行的隊伍裡面 就是同一個動物園的一些動物 來假裝來演奏 這個是在中國東北的某一個動物園 真的有這種事情 林掌類是滿擅長打擊樂的 等一下會講到 雙手萬能 牠雙手已經空出來了 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鳥類基本上是以聲樂為主 搭配一些舞蹈 底下我就來介紹 林掌類跟鳥類的聲音溝通 其實我要講的是 牠們的歌舞行為 這邊 先跟大家問一個問題 就是《杜鑑啼血緣哀鳴》 這個是誰寫的詩啊 有沒有什麼中文系的 中文系的舉手 現在就不承認了 文學院的舉手 應該有一些吧 那你總要舉手 你是文學院的 好 謝謝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從哪一個詩裡面 摘出來的句子 不知道 好 先布一下答案 《琵琶行》 《琵琶行》當然就是 白居易在講 他在江邊聽到有種彈琵琶 然後勾起他的心事 於是他就跟彈琵琶的人 在講一下過去的一些事情 也想到自己的經歷 我從去年死地經 折居臥病巡洋塵 巡洋地癖無音樂 中碎不聞思主聲 駐近盆江地低詩 黃爐苦逐 繞宅生 其間淡墓聞合物 杜鑑提血 原哀鳴 春將畫照秋月也 往往取久還獨輕 其屋山歌與村敵 可是歐雅昭折難未聽 直到今夜文君琵琶語 如聽鮮悅耳戰鳴 然後最後就 因為他在琵琶琶的樂曲聲裡面 感受到同樣都是那種 失憶的一個 一個意境 比較符合他當時的心情 所以他在這個巡洋地癖 感到無音樂的時候 雖然有聽到杜鑑提血 袁艾鳴 可是覺得 那個不算音樂就是 甚至於他也覺得 山歌跟村敵難未聽 直到今天聽到琵琶 的樂曲 終於 非常感動 所以 雖然古時俄文人 不覺得杜鑑提血 仁艾鳴 可以比你為人類的音樂 可是也有一些文人 他們 聽到這種 這種聲音也蠻感動的 而杜鑑提血就 就暗示著說 好像有的人聽到以後會感到悲傷 兩岸原聲提不住 有一些 有些騷人默克在長江三峽聽到原題 也是非常悲傷 所以你要去認定一個聲音 到底是不是音樂 我覺得跟個人的心境有很大的關係 你跟他有沒有共鳴 你跟他沒有共鳴 你就覺得歐壓舟價難未聽 好 那既然講到鳥類跟靈長類 我們來看一下 某一篇科學論文裡面 他畫出了一個跟音樂能力有關的演化術 地球上許多物種都有共同的祖先 可以畫出演化術 但是很少有演化術是針對 特別具有音樂能力的物種去畫的 那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圖 有音樂能力的物種呢 包括鳥類還有下禮拜長到的金屯 還有靈長類 他們的演化術呢 這是簡化以後的演化術 我們可以看到 人類它跟其他的靈長類 大概就是500萬到1500萬年 或者是2300萬年之前分家的 或是4800萬年前 那人類跟擅長唱歌的大赤金呢 是5800萬年前 從演化術上分家 那人類跟擅長歌唱的鳥類 是在3億1000萬年前 從演化術上分家 所以這個大概的時間觀念 請大家稍微背一下 這個期末考會考 然後這個大家就會認真一點 期末考可能就會考說 請問人類跟鳥類是在演 他們雖然都很會唱歌 可是他在多久之前 就從演化術上分家 那我會給你幾個選項 例如說三年以前 或者3000萬年前 或者3億年前 不會很難嘛對不對 就是不會三年成 好 所以這個概念 大致的概念 大家要有 就是有些物種的那個 就是親戚關係稍微近一點 有些稍微遠一點 我們先來講靈長類 對 我們一家都是園 人園裡面包括了許多的物種 現在可以看到的就是 常備園 紅毛猩猩 大猩猩 還有這個 這是諸儒 黑猩猩 我們現在叫巴諾布園 然後這個是黑猩猩 我們人類在這裡 我們一家 這是我們一家人嗎 跟我們比較近的就是 黑猩猩 這兩種黑猩猩 我們跟它大概500萬年前分開 那大猩猩就稍微遠一點點 600萬年前 再來紅毛猩猩 這在亞洲也算是蠻重要的 紅毛猩猩在1200萬年前 然後常備園在1500萬年前 大家想一想 我們一家都是園裡面 只有誰會唱歌啊 你有聽過黑猩猩唱歌嗎 黑猩猩很聰明 可是他沒有 他從來不會唱歌 比較會唱歌的反而 除了人類之外 反而是常備園 這是我們今天所要解開的一個謎題 我們跟常備園的關係 並不算特別的親近 可是呢 在歌唱行為上 卻是比較像的 這個就是常備園的愛情二重唱 何止源是一種大常備園 那他們這個大常備園夫妻啊 常常早上起來就要夫妻二重唱 夫唱夫誰有沒有 看起來很恩愛不是嗎 那關鍵就是說 常備園有許多是一夫一妻制的 是跟其他的園類不一樣 其他的園類很多是雜交的 可是常備園一夫一妻制的比較多 一夫一妻制呢 在哺乳類中是很罕見的 整個哺乳類 那麼多的物種啊 大概只有3%是一夫一妻制的 其實大家要搞清楚 一夫一妻制不是說 終生就只有這個一個伴侶 而是說大致上在每個瞬間 只有一個伴侶 至少一夫一妻制 人類也是一樣啦 人類是一夫一妻制的 可是我可以離婚再結婚 這種還是算一夫一妻制的 那雜交就是交配完就拜拜了 我不認識你喔 那鳥類也是有比較多的一夫一妻制 90%的鳥類是一夫一妻制的 那這跟照料後代的分工 是有點關係的 假如照料後代是一個 很繁重的事情 你最好是結成一個小家庭啊 把你的小孩子拉拔長大 你至少要做完這件事情 你的婚姻至少要維持到 小孩子長大 好 常備員 因為是一夫一妻制的 所以會有二重唱的行為 這二重唱的行為 就跟這對伴侶的見解 是有很直接的關係 科學家根據實際的實驗發現 就是二重唱 常備員的二重唱 他們的平凡程度 就是這對夫妻越喜歡二重唱的話 他越會做這三種事 就有三種指標 是可以顯示 Pair Bound Strength 伴侶的見解強度 第一個指標就是 彼此梳理毛髮的平凡程度 大家可以想想你什麼時候 你上次幫你拿出頭髮進來的時候啊 現在我們 人類身上的毛就比較少一點了 我們祖先就有比較大的面積 可以做這種事情 我們現在大概只有頭髮 第二個是動作的同步性 這大概跟夫妻臉的原理有點像 當一對夫妻感情越好 他們動作的行為越來越像 就在臨場類 甚至於在有些鳥類也是一樣 夫妻感情越好 他的動作越為同步 再來就是 感情越好的話彼此的距離越小 感情不好的話離越遠 所以科學家就是發現 常備員的夫妻二重唱 他的頻繁程度 跟這三個指標是成正相關的 所以可以證明說 他們的二重唱 是為了鞏固情感 我們等一下還會提到鳥的二重唱 到那個時候我們才會仔細的去分析一下 二重唱在音樂形式上的特徵 我這邊稍微介紹一下 等一下重點就發現鳥的二重唱 其實鳥的愛情二重唱跟常備員的 不管功能上或形式上都非常的像 不管功能上或形式上都非常的像 常備員的二重唱 他的重點是節奏上的密切配合 就是我叫一聲 那我太太就要跟著叫一聲 然後彼此timing要算得非常準 像這種二重唱 在人類身上比較少看到 人類的愛情二重唱 講究的是那個音程的和諧度 譬如說你們想想 流行歌曲裡面有一些情歌對唱 然後唱到副歌會合在一起 那男生跟女生就要講究那個合音 要很準 可是假如今天不是人類 而是鳥在唱這個愛情二重唱 他唱到副歌還是這樣子 節奏上要錯開的 比較講究timing 他們對音程是沒有辦法去處理的 但是在歐洲中世紀啊 有一種多聲部的音樂 它是類似於 它的音樂形式上是類似於 常備員的二重唱 還有鳥類的二重唱 它是一種叫打歌的效果 就是我跟你是不一樣的聲部 然後我叫一聲 你就要跟著叫一聲 然後就要叫錯 然後就造成一種很有趣的效果 有人說像打歌 我打歌 然後你就要跟著打歌 然後這樣此起彼落 那靈掌類的音樂活動 除了像常備員的二重唱 聯絡的情感之外呢 不像常見的其實是 其實是所謂的打擊樂 有生物學家提出來說 靈掌類早期最早的音樂可能是打擊樂 而不是像我們有一些音樂學者可能覺得 聲樂是最早的音樂 可是在靈掌類 有一些生物學家覺得打擊樂是比較早的 因為我們看一下其他的黑猩猩或大猩猩 他們都很擅長敲打東西 可是他們都不會唱歌啊 金跟鳥是擅長聲樂的 而大猩 Great Ape 則擅長氣樂 這個氣樂特別講的是打擊樂 大猩猩啊 牠這個打擊樂是直接用身體當樂器 他們比較常做的是垂胸或拍手 然後在人類也有這類的行為叫Body Percussion 以身體作為打擊樂器 有沒有人生氣會垂胸啊 大猩猩做這種事情大家都很了解 就從那個King Kong的電影 大家就知道 垂胸去示威喔 是雄性大猩猩的一個方式 表現情感的方式 那打自己的身體 在人類的舞蹈 大家有沒有什麼 什麼 什麼印象 用自己的身體製造出一些 一些聲響或節奏 因為有許多的打擊樂器 其實是你用手去敲一些固體嘛 那就自己身體不會痛 可是你假如打自己的身體當樂器 那會痛嘛對不對 像戲曲裡面有一個 什麼飛天使三響之類的 它可以敲打了身上各個部位 形成一連串的節奏 這種 就是 跟大猩猩的行為有一點點像 就是黑猩猩去拍打中空的物體 這個比較稀奇一點 這個平常比較不容易看到 就是 黑猩猩可能覺得打身體比較痛 他不想打自己的身體 就找一些空洞的物體來打 這個比較稀奇一點 這個平常比較不容易看到 就是 黑猩猩可能覺得打身體比較痛 他不想打自己的身體 在動物園裡面他可能會敲牆壁 然後他興奮的時候呢 就有可能藉由這種敲擊動作 來表達他心中的一種亢奮程度 那底下給大家看的是 真骨德 一個非常著名的黑猩猩專家 他跟動物園裡面的黑猩猩做溝通 設法讓黑猩猩覺得蠻嗨的 然後就會做出一些舞蹈 或者是超級的動作 前提就是真骨德必須要 能跟黑猩猩溝通啊 他讓他嗨起來 這就不容易 人家就是專家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做到 有一點當家的感覺 有一點當家的感覺 跟我們人類的吵聲 跟我們人類的吵聲有一點點像 就是在興奮的時候會發出來的聲音 因為現在有點當調啊 所以我們來學一下好了 你來看一下這怎麼辦 那個... 許多的靈長類他的發聲方式 他用發聲器官發聲的方式 有兩個特點是我們人類比較少用的 其中一個特點是 許多靈長類是有喉囊的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長輩員 大長輩員 他這邊也有喉囊 我們基本上是沒有這個東西 其中一個 estem即將 那另外一個行為我們比較沒有辦法做到的 是用吸氣來發聲 沒有人唱歌是用吸氣來唱歌 這個再 inc... 其他靈長類是相當地常見 可是人類就不太用了 但是有一些戲曲的訓練 他會 earned... 他會刻意去訓練這個 一般的唱歌方式不會用到中文 對 重開好了 那 剛才鄭古德示範的就是 有用吸氣吐氣的交替來設法讓黑心興奮 吸氣吐氣 吸氣吐氣 那鄭古德常常在演講的時候就會說 Good Morning Everyone 然後他就說我是人類所以我講英文 可是假如我今天是大猩猩我就會這樣 這樣做為打招呼的方式 然後假如台下的黑猩猩也要這樣子回應 就是Good Morning或者說很興奮的Good Morning 那吸氣 為什麼吸氣我們現在不太用 吸氣不能唱歌嗎 其實我剛才 我剛才吸氣是可以唱出抖人咪的 抖人咪 也是唱得出音高的耶 可是我們平常不太練 所以就不太會 那我告訴大家一個 可能是秘密吧 不過可能有些人知道 就是Beat Boxing 有時候他會吸氣 Beat Boxing 什麼我自己不太會 咚子咚大子咚子咚大子 像那種一連串的節奏 你是沒有時間呼吸的你知道嗎 想要大家有認識那種Beat Boxing的高手啊 他可能會跟你講 你有時候要一邊吸氣一邊Beat Boxing 這個就是這個就真的很難 我就沒有辦法 所以搞不好 黑猩猩還蠻擅長這種東西 不知道怎麼樣一邊吸氣一邊發出聲音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我們的祖先 或我們的近親 有些他們會的事情我們不會耶 有點失傳的感覺 對 所以剛才是講到黑猩猩 曾古德 最大聲啊 沒有當啊 欸 以前不會耶 不過其他還可以用啊 他這個視窗你把他關掉 所以 好像是很嚴重喔 好啦 那你再來處理好了 唉 這樣我又要插課打魂了 有點困難了 等一下就不要看這個影片了 有點可惜 因為老師之前放會這樣嗎 不會 之前放不會有這個現象 所以可能 KM Player的Coding Decoding 因為像這個它在盪到我連 就是想要把工作管理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我知道 我剛才就是叫不出來 就是叫我成功 嗯 嗯 我今天課程講到現在有沒有什麼心得 可以交換一下 我已經 已經沒有 沒有梗了 有沒有什麼感想啊 或問題啊 我覺得自己的 自己的那個 情報報告分數裡面 你那個樂種是跟 用音樂來求偶有關的情緒手 你覺得你們的音樂主題 那個音樂真的可以用來求偶的 真的做得到的情緒手 現在唱情歌的男性比較少 有齁 你們是哪一組的啊 原住民 對 原住民 原住民 的那個音樂文化是很重要的研究體層 因為它在演化上可能是比較古老的 你可以看到 音樂在人類文明 或者人類社會中 它本來的一些功能 在原住民文化比較看得到 我們現在的生活就已經變太多了 已經很難去追尋了 那我問一下在座的女同學 就是你有被人家用歌舞來求偶過嗎 有了舉手 這樣也不流行 以前不是 欸有耶 哇 那是你 不錯不錯 你是哪一組的啊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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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說 是原住民哪一組的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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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會看到漫畫或電影裡面 看到什麼 男生到女生宿舍的窗下 彈其他這樣 有碰過這種事的舉手嗎 現在不太流行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有一些搖滾歌手啊 後面總是跟著一對女的粉絲 要跟他交配 在西方很多啊 我們東方人比較沒那麼開放 可是西方 那種成為偶像級的歌手 後面都有一些 性伴女這樣跟著他一筆子跑 就是用音樂來獲得雌性的芳心 好像 好像在現在的某一些搖滾明星身上 還是看得到的 好 這個黑猩猩在動物園裡面啊 一旦被激起那種亢奮的情緒 他可能就會跳下來 然後敲打那個牆壁 那種感覺 他站起來超大的牆壁的感覺 就好像人在打鼓 人在打那個 就是泰鼓這樣 站起來打鼓的感覺 那一瞬間就覺得 哇塞 黑猩猩 真像人類啊 人模人樣 看一下 好 那我們走到這邊其實要休息十分鐘 看下課都可以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鳥類 那有一些鳥呢 唱歌的曲目是比較多的 比較慎常唱歌的鳥稱為 是Sungbird 他們唱的歌叫Bird Song 搖輪腳趾 好 這種Sungbird 中文我把它翻成名琴 其實這個翻成不太好 它不只會名啊 它是會唱的 所以應該翻成什麼唱琴或歌琴 我這可能聽不懂 好 這種鳥約有四千種 那所有的鳥大概有九千種 所以站的比例是非常 是蠻高的 那之所以把 像 民情的複雜度比Core還要高 每一首歌是有許多短劇排列組合成的 跟那種簡短的Core是不一樣的 那鳥的歌曲多半是熊鳥在交配期所唱的 多少暗示出它的功能 就是球偶 那許多熊鳥在找到配偶之後就不唱了 非常的現實 所以也可以支持說 熊鳥唱歌是為了球偶 那反之呢 失去配偶的鳥 無論它是不是在球偶的季節 它都變得瘋狂的愛唱歌 這跟人類有點像喔 失戀以後就很想聽抒情慢歌 或自己就唱起來了 還有其他的證據就是熊鳥唱歌呢 也是要跟其他的熊鳥劃定地盤 熊鳥唱歌可以確保說它的 它的地盤是穩固的 沒有其他的熊鳥入侵 然後有了這穩固的地盤之後 再去爭取磁鳥跟牠說 你看我已經煮好這個愛的小巢了 你進來住就可以了 跟善哥的熊鳥比起來呢 沉默熊鳥的地盤 比較容易遭到入侵 所以熊鳥唱歌 除了是對磁鳥求有之外 它其實是對其他的熊鳥做出一個 有點示威的性質 或者跟牠劃定這個領域 像這種的實驗 基本上也有一些實驗是用錄音機去做的 就是它在一個 比如說一個空地上放一個錄音機 然後裡面一直播放某個熊鳥在唱歌 然後這個地盤就比較有少 少有同種熊鳥會入侵 因為牠以為這邊已經有主人了 把錄音機關掉之後 這個地盤就會被入侵 這些實驗都早就做過了 然後接下來講一些比較輕鬆的 就是其實亞里斯多德的時代 就知道有些鳥在唱歌的行為 它是學來的 它並不是天生就會的 所以不同 同一種鳥類在不同地區 會有不同的所謂的方言 因為它是一個文化現象 有不同的風格可以演化出來 那古時候就有一些無聊的人 把鳥的樂譜寫下來 這些人 什麼人時間太多 耶穌會士 把鳥名寫在譜紙上 這些可能對於人類去創作一些旋律 是可能有些影響的 我知道有一些京劇演員 像有一個著名的大花蓮 金紹山 他家裡養了金絲雀 就是要激發他作曲的靈感 他上台唱什麼戲啊 他轉什麼腔 有時候是學他的金絲雀 這是有可能啊 但是鳥類的彩譜啊 鳥類歌曲的彩譜常常失敗 Energie bandwidth 然後 bliver瑞 雷花很快 大家不要笑都很難踩啊 有些鳥張唱的旋律太快了 像這派單比較誠實的 她寫不出來 就真的將他們告訴他們 我放棄了 這倒也乾脆 我們來聽一些 真的很難拆譜的 鳥類歌曲 好萎莉莲 我在想說 講我們音樂學的入學考 音樂學的入學考 考這種鳥類的歌曲 的拆譜 應該還滿精彩的 大家都寫不出來 結果考進來就是鳥 這是一種叫影視冬的鳥類 你去關一下燈好了 科學家去研究動物的歌聲或叫聲 常常是要藉助一些儀器的分析 因為拆譜真的是不容易 還好儀器可以顯示一些頻率的變動 所以鳥類的歌曲其實 其實你看它長度雖然蠻短的 可是某種情況下 它不容易被人類所理解 人類覺得太難懂了 這樣每一段短短的 可是每一段的這些尾音 我們都聽不太懂 沒有辦法模仿 那還有一些鳥呢 它唱的歌曲是比較長的 有一種叫做Mockingbird 曹東 我們等一下也要聽它的歌曲 曹東呢它很擅長模仿 它就叫模仿鳥 它創造了數以百計的sequence 所以它歌曲滿長的 有許多sequence串連起來 它們不僅使用憑空發明而出的樂劇 也去學其他鳥類的歌曲 然後把它改編到自己的歌曲裡面 這些外來的樂劇 都被融入到它自己歌曲的形式跟速度 成為一個統一的風格 所以我非常佩服這種鳥 它是我最佩服的鳥 但它歌曲滿長的 不太有重複 就是它的靈感是源源不絕的 滿可怕的 那有些科學家研究這種鳥之後 就宣稱說這種鳥生下來就是為了唱歌 它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唱歌 那我們等一下聽的這一段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它有些聲音啊 有可能是學其他種類的鳥 這也是學其他種類的哺乳類 那搞不好現在它可以學 我們使用的手機鈴聲 只要能夠模仿 它都有可能把它吸收到樂曲裡面 那另外一種鳥也是滿有名的 被稱為音樂家教鳥 這唯一被稱為音樂家的鳥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了不起啊 我比較佩服剛才那個Mockingbird 音樂家教鳥比較了不起的是 因為它們有類似於音階系統的東西 對這個就比較像人類音樂 它的使用音階 那最後要介紹的是鳥的夫妻二重腸 它同樣是要凝聚這個 這對伴侶的情感 而且可以藉此向侵入者宣示 自己在這個配對關係中的地位 是非常鞏怖的 你這個小三請遠離我們 我們兩人愛情非常堅定 所以你光聽我們的二重腸 你就知道你沒有希望 所以是有這個意思 還有就是共同的護衛領域 夫妻二重腸好像那個 護衛領域的力量又比獨唱要強一些 那另外就是 其實本校的森林系 有在研究這個鳥的夫妻二重腸 那這一段就是森林系的同學提供的 就有些 中文學家他把這種夫妻二重腸 當成是鳥之間的海事三盟 就是講得很浪漫的那樣 to signal commitment to their partner 鳥類藉由完成與配偶合作的 這段重唱 甚至於加上同步的舞蹈 來展現其願意投資在 這段婚姻關係的誠意 因為所有歌舞的練習 都需要很多的精力跟時間 所以每次的演練都是一種沉默 那我們剛才看到的是比較複雜的 鳥類二重腸 我先從簡單來開始看 最簡單的這個 鳥類的夫妻二重腸 最簡單的是像這種call and response 這個藍色的是雄性 然後這個雌性 雄性先唱 然後雌性 雌性 等人等人 那雄性基本上是 那意思可能是說 雄性告訴對方說 我在這裡啊 你在哪裡啊 那雌性就說 我在那裡 call and response 就是當夫妻之間 有點距離的時候在互相呼喚 那這個的話就是 timing上結合得比較準一點 就是到後面這個雄鳥 唱完就雌鳥 雄鳥 雌鳥 雌鳥 這個就更準了 雄鳥 雌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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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默契就要非常好 我們剛才聽到的是這個 這個你假如沒有看到 那個鳥本身的話 你會以為是同一隻鳥在唱 因為它的旋律線 基本上是連在一起的 它都接得非常好 雄鳥唱完 雌鳥就給它接上去唱 雌鳥最後的音 雄鳥再接下去唱 對 那還有人去 還有學者研究出這種雄鳥 雌鳥 有時候會組成混聲合唱團 可以一堆雄鳥跟一堆雌鳥 在那邊一起唱 好 今天的課暫時就到這邊 就給大家一些思考題 在討論版可以發揮一下 眼花的方向常常是有減入反 但是又有有反變減的情況 這兩種減的意思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請用音樂的例子來說明 還有就是音樂要適應當地人的品味 請舉例說明 那甚至於是有一些音樂呢 它本來有一些適應上的功能 它本來有非常practical 非常實際的功能 可是後來這個功能升華掉了 它變成沒有明顯的功能 它變成一個純藝術 這也算是延伸適應 大家可以舉一些例子 還有一些音樂活動 本來是副產品 本來是某一些 例如說勞動的副產品 By Product 後來才獨立出來 這些都值得從演化的觀念去想 還有Features Run Away Process 在經濟市場中有什麼例子 好 作業 我們下禮拜有一個閱讀作業 請大家到SEBA上去讀一篇中文的 我寫的東西 還有就是討論版的貼文批閱 那個時間有點變動 像前一兩天可能有些同學 非常緊張的趕快在留言板上貼文 因為我忘了提醒大家 那個又是一個dayline 不過我現在把它演長了 就是你假如前兩天有貼文那就OK 假如你沒有貼也沒關係 你可以在11月16號之前貼上去 我到了17號才會去批閱 然後後面兩次也是都有延後 像這次就延到非常後面 所以往後延大概應該是可以接受 然後報告大綱紙本的繳交也是有延後 本來是下禮拜要繳交 現在延到下下禮拜 在10點20之前要交到獎台 所以請各位同學等一下分數報告要仔細去 想一下具體的報告大綱 我這邊強烈的鼓勵各位同學 在期末報告的時候 你可以跟台下互動 例如說當場做個實驗給大家舉手表決 或者有獎徵達 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個活動方式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因為冬天已經到了 所以呢我們沒有必要那麼早開始上課 那10點到10點20的休息也太久了 所以我們以後就9點20開始上課 好那我們就開始分組討論 請大家移動一下座位 a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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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этой座位 Lukas 晚安 atm